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突破了50万大关 这个数字超过了一战、二战和越战的总死亡人数 总统拜登星期一下令所有政府建筑物降半期致哀五天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也民中500下纪念亡魂 拜登形容这是美国心碎的一天 他呼吁大家团结抗议 让美国逃离黑暗再次微笑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统计 截至星期一全球有大约247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其中两成死亡病例发生在美国 死亡人数累计50万人 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的默哀活动发表演说时 形容50万人死亡令人痛心 提醒人们疫情非常严峻 拜登提到 死去的人一些是移民 离开人是那一瞬 无依无靠 身旁没有亲人 他敦促美国人不要对悲伤感到麻木 更不要把死去的人当作只是一个数字 一个统计 他提醒这些都是一条条宝贵性命 曾经在车祸中痛失欺女的他 表示自己能够感受切肤之痛 敦促民众团结一致抗议 一起走出伤痛 他号召美国人继续保持警惕 继续做好防疫 接种疫苗 不要停止和疫情斗争 同时下令包括白宫等所有联邦建筑物 星期一开始降半期致哀五天直到26号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也名中五百下 纪念着五十万人 超过三亿人口的美国 目前有超过两千八百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专家点出变种毒株的出现更是一大威胁 随着疫苗接种计划启动 专家表示美国的新增病例已经连续五个星期下降 疫苗配送数量也不断增加 期待